大家好,又到了交通资讯一站通的时间了 柳Sir,今集会和大家介绍哪些交通资讯呢? Novel,今集会和大家讲一下车辆停泊MIDA的相关问题 柳Sir,现时本澳多数驾驶者在停泊MIDA的位置 都会认为只要定时停泊MIDA就会没问题 那其实是否真的? 根据公共泡车服务规征第十一条规定 平均和清和干和灰干的MIDA的车辆 如果超过规定的2小时至5小时的泊车时间上限 即属行车为8,警员可以发举车辆进行展控 即使在停泊时间再次入胶 同样逐于违法,并被避控 柳Sir,有时我又会看到有些车 长时间停泊在同一个MIDA的车位置 其实停泊多久才会被锁车和会被移走? 根据公共泡车规征的规计 如果驾驶完将车辆停泊MIDA的位置 超过总的泊车时间小一个小时时 将会根据车辆属于的类型 例如,简单车、清容汽车或重型汽车 分别会被科署用蒙费50、75及150的罚款 而当超过准备发车时间的1小时或以上 简单车、清容汽车或重型汽车 分别会被科署用蒙费100、150及300元的罚款 及会被锁车 并且锁车3小时之后将会由客战公司而就有关车辆 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车主及营商单位要释白程的手法 不要为了一记资料而为白程停泊车辆 或者自动公用地方 就不应该滥用车位 而对其他市民的出行构成影响 喂,阿明 我今天没有开车 放工车问我行不行 当然没问题 我的车泊在公司附近的MIDA位置 放我一起去拿车 咦,下面有停车场为何你不泊 好像会抄牌的 听说超时还会锁车 喂,真的好像忘了有麦标 现在下去看看 那边,那边 那边拍他 喂喂喂,阿sir 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 阿sir 我们发现你部车超过灰柱所进去的停泊时间 还超过了整个小时 根据公共泊车服务规章35条 是视为冷泊的 我们会对车辆科处罚款和锁车 哇,阿sir,这么快锁车吗 是啊,检控后一小时可以锁车 在锁车三小时后还不离开 还会被拖走 哇,这么大事啊 那现在马上去交报交罚款吧 谢谢你,阿sir 那除了冷泊之外 我们不时都会发现有些人 为了一己的利益 在特定地点的麦标位 长期停泊了一些 协有出售告示的车辆 那警方又可不可以对这些车辆 作出检控呢 那交通厅人员 会即时作出相应的询查 而然当这些车辆的使用者 是依法使用麦标位 即使在车内协有出售的告示 警方亦会因为这个例句 而作出检控 但是当违法泊车规章的 相关规定改善 亦都会被检控和远走相关的车辆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法的规定 电单车是禁止运载 未满六岁的小童 亦都禁止在座位以外 例如电单车的前踏板的位置在客 如果违反上述规定 可被科署澳门币六百温的罚款 另外即使小童年满六岁 如果身形小小 未能够坐运 都应该尽量避免乘坐电单车 避免发生意外 各位家长 为了小朋友的安全 开车前, 记得小心留意 是的 遵守交通规则 为己有为人 今集的节目时间到了 下集再和大家介绍交通安全的知识 拜拜